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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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有几间分店 深圳有10间 8、9、10间 应该8间 有2间即将开业 8斤 8斤 英国的部位 小分化后 一件一件都会吃到 吃虾颗 皮有点味道 肉也有点味道 就是滷水的味道 这间店和广州的滷水店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它会清淡一点 我觉得它们的食材可能没有浸太久 有些地方滷水很入味,浸得很软 然后食材会很软 但它们的食材不算太软 试试这个鵝饼 打手套吗? 算了,大什么手套,假正经,假扮斯文 都是这样的,不会有相当经验 但会不会蘸一下这些汁酱才好吃呢? 金香和味,不会粗身 像在吃冰淇淡的,很软 绵滑油软,鵝肝好吃 鵝头好像要贵一点 最贵的鵝头 到目前为止,鵝头那层皮和肉是最入味的 相对来说,是咸一点 和入味一点 各种滷水味的配合,是发发得最极致的 就是鵝头 但是很咸 真的要扒饭 不要了 鵝掌应该差不多了 对于我们广州人吃饭的习惯 这些最多是前菜 不好意思,也要说一句 中间吧 中间吧 也不是很差 中间吧 例如说,如果要一个小时的排队 吃这间店 我就觉得不值了 我觉得不值 身后就是深圳湾的很美 事务深圳的小伙伴 当然 在这麽漂亮的环境 附近的shopping mall 这麽有概念的商业中心 里面的装修都够漂亮 那些网红店 通常都是 装修鬼死不漂亮的 那出品就 对 就是这样 还有呢 就是我们刚才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一位B站的粉丝 女粉丝 然后她跟我说 我是嘉昇 那间店我吃过 但是吃过一次 下次都不去咯 好了 我是嘉昇 当然 希望更多的朋友 关注我们的品城记 去到我们的品城记 公众营号平台下边 菜单下边 联系我们 有什么好吃的 推介给我们 我们一起吃 又如何 最后的话 可以帮我们点击一下广告 支持一下我们 没有问题的 也要多谢 着起身妙变形男 索女的NFL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